大家好我是阿文君 今天来开箱一台最便宜的成品打印机 这台打印机是来自创响三维的ND2 Pro 它的售价只要七八百元 特别的划算了 特别适合家庭入门 我现在来对它开箱 整个包装是非常的结实 里面有使用手册 还有很多配件 然后我们打开它 可以看到这就是我们的3D打印机了 我们现在把它拿出来 全部的物品就这些了 这就是我们打印机的打印平台 可以看到打印的面积大概有这么大 需要我们简易的安装一下 将这个装在这里 再将屏幕安装上就可以使用了 我现在来安装一下 我们先找到配件包里的这4颗螺丝 然后将我们这个支架固定在这个地方 每个支架都有孔位的 然后用螺丝进行固定 接下来我们将它翻过来 可以看到这里还有两个孔 我们用这个长螺丝来进行固定 固定完成后 我们再把它翻回来 然后这里有几根线 我们给它接一下 接下来我们安装一下这个料架 先将料管了 给它套入在这个料架上面 然后给它装在这个位置 然后用这个长螺丝给它进行固定 接下来我们再拿出这个红色的提手 给它安装在顶部这个区域 也用螺丝进行固定 这里还有一根线没接 我们把它接一下 最后我们来安装这块屏幕 把这个线接到屏幕上面 然后把屏幕直接卡在这个地方 好了 到此就安装完成了 可以看到 非常的小巧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台创讲三维 N2 Pro的外观 可以看到它体积非常小巧 有这一个提手拿起来也特别的方便 它的打印平台的尺寸是这么多 然后它是一个I3的悬臂结构 在这个地方有皮带的调节松紧按钮 这里也有一个特别的方便的 这个地方还有一个盒子 盒子里面可以放一些工具 然后这个地方是一个电源开关 在它的背后可以看到这个是起初击 然后我们的材料就是从这个地方进入到我们的打印喷嘴这里 然后来进行打印 我们插上电源 然后开机 这个屏幕已经亮起了 可以看到创响三维 这个还是我们比较熟悉的马铃固件 然后我们在这里选择温度 然后选择预热PLA 点击预热PLA 好 它这个喷嘴温度就会达到200度 当这个温度到达200度左右 我们拿出耗材 将耗材的前面这一端给它剪斜一点 然后我们把这个机器移到后面来 把这个料架展开 把我们耗材给它放在料架上面 然后把我们耗材给它捅住到这个小孔里面 在装入的时候 我们用手捏住这个地方 给它往里面送 这样子往里面送 一直送 好 当感觉到有一定阻力的时候 我们再送一会儿就停止 这个时候我们来观察一下前面这个喷嘴 可以看到喷嘴这里已经有材料给出来了 这就是我们材料已经安装好了 当我们耗材装好后 我们来调平这个平台 我们在这里选择一下 选择运动 自动回远点 然后我们的机器 它就会自动的回到中间这个远点处 当它回到远点之后 我们再点击这里的运动 然后移动到下面有一个关闭 入境电机 我们点击关闭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手动控制这个平台了 然后我们找出一张A4纸 把它放在喷嘴与底板之间 然后我们来调整每一个角落的小螺丝 让这个纸不断拉扯的时候会有一定阻力感 这就是我们喷嘴与底板的间隙的一个调平了 拉动这个纸的时候 喷嘴会有阻力感 就代表这一个点调好了 然后移动到另一个点 来继续的调整这个平台 然后在这一个点 调整这个平台 拉扯过程中会有一定阻力感 就代表OK了 再换一个点 当我们调平完成之后 其实我们可以用肉眼的方式来观察 这个喷嘴与底板之间的间隙 只有一丝丝缝 四个角都要有这一丝丝缝 就代表调平完成了 好了 接下来我们开始使用它 我们找到配件包里的这个内存卡 把它插到这个地方 然后我们在这里选择 从存储卡上打印 它默认的会有一些打印文件 比如这里有一个兔子的拼音的一个机文件 我们选择它 然后点击打印 好 接下来我们这个平台它就会自动的进行打印了 经过55分钟的打印 我们这个小兔子打好了 我们看一下效果 哇 可以看到这个精度还是非常不错的 我会放一些照片 我们来看一下照片 接下来我们将这个内存卡给它拿下来 然后用附带的这个读卡器去电脑上进行操作 把我们下载的文件给打印出来 我们将存储卡插在电脑上后 有这些文件 其中这个兔子点击文件 就是我们刚刚打印的一个文件 我们可以用气势本打开 可以看到里面就是一些执行的坐标命令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打印机识别的文件 我们在第一个文件夹里面可以看到非常详细的这一个使用说明书 然后我们回到第二个文件夹 这里面就是我们需要安装的切片软件 我们双击进行安装 下一步 我接受 下一步 下一步 安装 好 我们等待它安装 第四个文件就是附带的一些模型 其中提供了三个把手 我们在这个预览图这里可以看到有不同形状的把手 然后第五个文件夹是一个视频的一个教程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然后我们等待这个切片软件进行安装 好 安装完成之后 我们直接点击完成 好 这个就是我们创想三维的一个切片软件了 我们点击开始 点击同意 点击下一步 在这里选择我们打印机的一个型号 我们是N的2pro是这一个 然后点击下一步 好 这里都是默认设置好了 我们不需要改变 直接点击下一步 好 这就是我们切片软件的一个界面了 当我们切片软件安装好之后 我们可以在网上下载模型来进行切片 模型我会在T站进行下载 T站这里的模型都是免费下载的 有无数个可以明确的说 上面的模型我们打一辈子都打不完 我自己也有一个模型库 这个模型库在我之前的视频也有分享 其中90%的模型都来自于T站上进行下载的 比如我们在T站这里搜索TEST点击回车 好 我们就可以看到小船的这一个模型 还有方块 还有各种测试打印机的一些模型 我们下载好之后 就是这种STR格式 我们直接拖入到切片软件里面 可以看到这就是打印之后的一个预览形态了 我们点击这个地方 然后我们在这里选择专家级 这样我们就可以设置各种各样的参数 比如有打印的层高 还有壁后 还有填充率 然后还有它的打印的一个速度 这个可以我们慢慢的进行调整 我们先保持默认 点击切片 好 切片完成 可以看到这里有预览的时间和打印之后的重量 我们点击这个预览 它会进入到一个预览窗口 预览窗口 可以看到我们打印时候的一个状态 我们滑动这个滑块 可以看到每一个打印的一个进度 好 接下来我们点击保存至可移动磁盘 好 这个文件就保存到我们的内存卡里面了 我们来重命名下 将它改成一个英文 比如就叫小船的英文 接下来我们还可以再切片其他的一些文件 比如说这个沃龙的V7测试方块 这个方块也是比较常用的 我们点击切片 需要一个半小时就能打印好 然后看一下它打印的一个状态 大家可以看到中间其实是空心的 这个就是填充率了 比如我觉得现在这个填充率 有一点点松 感觉这个零件不会很结实 所以我们就可以在切片软件这里 将这个填充率进行更改 比如我改到20%然后点击切片 可以看到中间的这一块区域它就会更密集一点 如果我改到50%再来切片 可以看到它这个填充的它就更加的密集了 这样零件的结构就更加的牢固 我默认了还是用的20% 填充率的增加也会让我们时间增加 然后我们点击保存至可移动磁盘 保存好了之后 我们再来改下个名字 比如就叫V7 好 现在我们已经有两个打印文件了 然后我们将这个内存卡进行弹出 去打印线上进行操作 我们将放好切片软件的内存卡插入到机器上 然后选择从存储卡上把印 刷新一下 好 找到刚刚我们放过的这个小船 点击把印 好 拿走东西 然后我们等待它把印 值得一提的是 在打印过程中 如果您觉得材料有点过热了 比如出现拉丝 或者有点融化的情况 我们可以手动再来调节这个地方 比如点击调整 然后选择这个喷嘴的温度 倒是可以调整的 而这个速率是一个百分比的速度 如果您觉得打印速度慢 也可以调整这个速率 来增加它的打印速度 可以看到这个打印的底板已经出来了 还有一点就是大家手动调平的机器 如果发现这个平台有一边不是很平 我们也可以在打印过程中 轻微的调整这个平台 让这个平台更加的完整 一旦我们模型第一层打印是完美了之后 后面几乎都会很完美 经过一个小时47分钟的打印了 我们这个小船打印好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表现 哇可以看到非常非常不错 而且这个打印时间也是很不错的 在这个时间内能打印出这种质量的小船 我觉得它作为一台入门的3D打印机 是完全足够的 接下来我们来打印另外一个 从存储卡上打印 选择这个V7 点击打印 好 把这些东西给它撕下来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方块的打印的东西 而且要知道我这个桌子其实是不是很稳的 我这个桌子还是很松的 在这种松的桌子下 才能把这个小船打成这个样子 我觉得也是非常不错的 可以看到特别的光滑和细腻 好 我们看一下方块的效果 可以看到这个方块打印的效果也是不错的 每一个面都很清晰 哇 真的很不错 好 接下来我来打印一个手办 我们将这个一部的模型了 拖入到这个切片软件里 然后我们设置一下参数 为了它表面更新细 我将这个层高改到0.15 然后在填充率这里将20%改到15% 然后点击切片 好 切片完成 需要6个半小时才能打印好 所需要的耗材是39克 点击一下越南 看一下这个打印的过程了 没有什么问题之后 点击保存至可移动磁盘 经过6个多小时的打印 这个一部已经打印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外观 哇 整体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 特别的细腻 使用这个颜色 它就可以看到更清楚 也更明显 然后脸部这里有一点点沉温 怎么说呢 在这个价位的打印机能有这个效果 也算是非常不错的 随后 我要将这个金刚的模型 给它拖入其中 然后将这个精度改到0.1 填充率改到25% 将速度这里改到40 好 其他保持不变 点击切片 好 点击一下越南 好 看一下 由于这下面底部比较的狭小 所以我会给它加上一个裙边 我们在这个打印平台附着这里 选择第二个 好 我们直接点击切片 看一下效果 好 可以看到 已经有了一层裙边在上面了 这样我们打印的一个完成率 就会更高一点 点击保存至可移动磁盘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机械金刚的头 它的精度 哇 可以看到 精度还是很不错的 特别的细腻 看一下 是不是感觉还可以 哇塞 可以的 可以的 也就是说 这一台机器 是完全可以打印一个 这个机械金刚的 要知道机械金刚 这些人打印好的 可以卖好几百 也就是说 我们多打印几个 这台机器就能回本了 然后来对比一下两者的区别 以我肉眼观看 两者几乎是没有区别的 特别是顶部这个区域 哇 可以的 可以的 精度非常的好 这也是我意想不到的 打印了一个钢铁侠 这个钢铁侠 它是不需要支撑的 我本期视频的所有模型的图纸 都会放在评论区 给需要的朋友可以下载 这个钢铁侠它的大小 几乎也是正在打印机 差不多能打印的最高的大小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精度 其实还是不错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还有头部 后续我们只要自己上一下颜色 也是非常不错的 但是在胸甲这个地方 不知道大家看的明显不 会有一些成文 这些成文也是因为 这是一台I3的玄臂架构打印机 它没有之前打印机的 这边的龙门架 所以当它打印到越高的时候 这个模型的零件 如果更复杂的话 就会出现这种成文 而你打印的是这种 类似于伊布 还有机械金刚这种小零件 它不会很高 所以它的表面 就会特别的细腻 可以看一下 好了 接下来我再打印一个 稍微矮一点的手办 来看看效果 好 又打印好了一个模型 我们把它拿下来 哎呀 还是有点紧的 这个软磁贴就比较好取膜 但是可以把它弯曲下来进行取膜的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模型 把支撑给拆掉 好 拆好了支撑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模型的表面 可以看到皮卡西 它的面罩上这种毛衣的一个效果 也能打印出来 非常不错 然后看一下它的背后 包括这个尾巴也是可以打印出来的 要知道这个尾巴还是很难打印的 然后每一个头发都能打印出来 头发之间有一点轻微的纳丝 这个是没关系的 因为我的材料暴露在空气 也有可能有点受潮 整体来说这种手办类的模型 这台小机器打印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非常非常不错 打印稍微较高的模型 可能会出现一点点断层 整体来说这台打印机还是很让人满意的 最后总结 经过几天的使用 这台创向三维N2 Pro让我非常非常的惊艳 它完全可以打印类似于这种机械金刚的组合大模型 而且它的体积也比较的小巧 它的耗材价还可以使用这种方式来进行摆放 个人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 也许有朋友会说 为什么不多加几百块钱买这种N3的打印机呢 但是我个人觉得 我们家用是不是打印机体积小一点 也更适合摆放呢 另外就是这是一些新款的打印机 它的静音驱动是要比N3要好的 N3打印的声音要比它吵很多 需要我们自己进行改造 还有就是它这个皮带调节按钮 这一点也是N3没有的 至于大家如何选择 我个人觉得 如果您没有玩过3D打印机 可以考虑我们N2 Pro 如果您已经买过3D打印机 而且家里有地方放 可以选择更大的打印机 好了 这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 感谢您的观看 希望大家点个赞点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